回想起來 南非所有的朋友都還沒有忘記我 我叫李天琦 人家叫琦哥 那這一次呢 是我最後一戰來到南非 我去了北美洲 中南美洲 去歐洲 在五天前在大洋洲 現在到揮州 為什麼揮州是最後一戰 因為揮州跟市長一樣 他第三十屆 第三次女劍士會議 所以天琦在這裡 也邀請你們再參加一次 第三十屆 第三次女劍士會議 那個地點是在高雄 高雄的萬劳酒店 所以揮州 朝聖會談 我們特懂的 我們問一下 他們真的很厲害 就是他們的時間 剛好是 我們世界台灣三百年都總會 創回的同一屆 同一年 在他們兩位結束的夫妻的引導主下 我們南非 真的說他幫助的太多了 所以南非的 所有的 來來自海外的台商 來這裡 都 事業都 非常平穩的發展 非凡很大 我們在座的 就很多都是企業家 做可能賺很多錢 讓我回想起來 我們亞洲也一樣 那 在過去 我們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六零年代 這些 前輩 早期就是 古飛行的流浪子 舊品鄉的流浪子 就是從鄉下到城市 曾幾何時 在1980年以後 由 幽安 還有一家飛行 這家飛行是嚇到天下 全世界 全大手 由 這家飛行是嚇到天下 現在這家飛行在這海外的台商 大家都可以用旗馬購買了 大家都做一個旗馬的飛行 外回到台灣 跟我們的鄉親 跟我們的師傅 說 我在海外打拼成功倒下來 世界上的最主要 是資訊跟商機的媒合 我們很辛苦來海外打拼 沒錯 就是要賺錢 我們如果要賺錢 我們來海外做什麼 這就比這裡流浪了 如果要賺錢 比這裡流浪了 所以 在海外這些鄉親 這些台灣的鄉親 都很認真 很幸運 創造我們台灣 比世界名 在這裡 因為我非常激動 一直這三天來 我 立委的好朋友跟我照顧 跟他們按來 給我們很開心 我輕鬆來參加 這次 最後一句話 祝福我們阿富裕所有的鄉親朋友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航家明安 最主要 輸入愛的成功 祝福人 感謝你